周游天下 昨天来到超哥 忽然发现一股妖气笼罩在宫中 特来朝见大王 扫出着妖魅 他也说是有妖气笼罩深宫 和杜台师观察的一样 深宫内殿 警卫森严 哪里有妖魅 道长 大概你搞错了吧 啊 戴王 正因为戴王未能施死妖魅 他才能趁机作乱 就知必然要酿成大害 既然宫殿之内有妖魅 那么道长准备如何处置呢 品道自有办法 戴王请看 这是昆仑山上的陶木剑 他能在三日之内使妖魅化为灰土 此剑有那么大的威力 道长能否给我们一赌为快呢 品道孙密 你看看 这是绝了 江道长 真乃是神仙 此剑真乃是神剑 道长 不知挂往何处为好 悬挂在粉宫楼 三日之内必有应业 好 来啊 把此剑送往寿仙宫 带往 道长有所不知 我是想叫达纪贵妃 也来看看这把神剑 怎么 有什么不方便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便 只是这陶木剑是恩师所赠 临下山前 恩师曾经言道 这陶木剑若经妇女手指抚摸 威力必然大减 带往 道长所言极是 一臣看 陶木剑还是挂在粉宫楼为好 这样 苏娘娘要看 可以看得见 全宫的人 不容易 这阶段